跟随阿美族传统歌谣舞动全身 新北土城原住民族生态公园 25号举行完工启用仪式 由土城区协金会 率领猪肉们进行祈福仪式 这座公园披荐至今超过18年 园区内设施年久失修 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园民会透过前章计划经费 补助781万元 增设公园晴雨设施 简易生态厕所 瞭望台及改善步行木栈道等 12项景观工程 共同享受远区改善成果 我们这边有切水切电 那现在工程入续性都把它完成了 那所以有了这些设施 像我们的瞭望台 厕所 还有我们的木栈道的一个修缮 那一一的都已经完成了 刚从上面走进来真的做得很好 我们这个公园 不是只有给一些人用 是给大家用 大家要来善用它 而且集会所还可以遮风避雨 除了提升原有园区设施功能外 因公园早期是海山煤矿旧址 有许多族人理向背景开矿足迹 因此增设历史脉络解说牌 让更多人了解公园过往历史记忆 认识族群远移的故事 这一块是海山煤矿的旧址 对都市原住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迁移的历史 所以当时议员就建议在这一块生态公园里面 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来还原 放在这公园里面去做这个呈现 今年来这座公园已成为邻近阿美族人 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堡垒 云民会期待完善文化传承 及情感交流的场域 促进族群文化持续在都市神根发展 云市新闻胡树八度新北土城采访报导